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超急 力 连上进去 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猜被 richting掉 护自己为 Love 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 belonged to the art 请不换衣 没有电视机 我怎么看我最爱的电视剧 你带过去 也收不到任何电视信号 这个片子我一集都没有拉过 我们会为您录制下来的 您放心吧 好吧 记得帮我跳过中间的广告 那太烦人了 还有 一定要把片头曲和片尾曲给我录进去 吸血鬼师弟文告诉苏珊 他们竟然是兄妹 原来苏珊也是一个吸血鬼 时光号准备出发 本次旅行目的地 一千零一月时期的中东巴格达 你能想象这个关系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吗 可怜的苏珊再也不能和史丽文相爱了 而她的养父母 这对可怜的夫妻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 他们的养女是一个吸血鬼呢 说起来 他们早在苏珊寻吊在天花板上睡觉的时候 就该产生怀疑了 头向下睡觉 那就是典型的吸血鬼的姿势 那就是养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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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女 巴顿是笑足球队的队长 是个狼人 他从苏珊入学的第一天起就爱上了他 亲爱的顾客们 一千灵夜之旅开始了 接下来我们将骑上骆驼游览沙漠之夜 然后参观伟大的巴赫大 怕要走多久 帕阿爷说翻过这片沙丘就有绿洲了 虽然苏莎爱着史蒂文 但是他们是兄妹 他肯定会转向巴顿那里去寻求安慰的 看 这是沙漠的中转战 我们得想个办法 比如找个商队把我们带到巴格达去 如果有人质疑我们的来历 大家就说我们的商队被强盗抢劫了 走吧 我知道该怎么应付 有一次苏莎和她的朋友们在森林里探险 突然出现了一群强盗 三个男孩同时爱上了公主 于是他们的父亲巴什拉的哈里发 就把他们三个聚集起来 并告诉他们 孩子们 你们之中只有一位可以和公主交往 你们将举行一场射箭比赛 这是上好的波斯面料 你报个价吧 老板 你这儿有地毯吗 当然有 你需要什么用的 大王子阿里发的剑还没有射到靶子上 就被一只鹰给抓走了 鹰在天空盘旋了一会儿 就把那只剑扔在哈里发的宝座前 阿里明白 他必须放弃爱情 继承王位 这些商品是你的吗 你有毯子吗 我这应有尽有 你想要什么样的 我想要的是 你猜这个傻瓜刚才想问我买什么 哈里发的二儿子阿森的剑射上天空后就远去并消失了 阿森明白了他的命运是四处探险 周游世界 而不是组建个人小家庭 轮到最小的儿子阿满 他的剑一下子就射中了靶心 这就意味着他才是公主未来的夫婿 我在《一千零一夜》里看到过这个故事 我来解释一下 《一千零一夜》在中国又称为天方夜谭 里面汇集了243个阿拉伯民间故事 这些故事最初正是由商旅们口口相传而来的 哥鲁派克先生 看到echo了吗 这个故事太俗套了 这些故事的离美剧可差远了 你还听说过什么有趣的故事 能跟我们讲一下吗 非常乐意 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苏珊 她爱上了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石一文 但是这个男孩他是一个吸血鬼 你在这干嘛 我正到处找你 看 那边的帐篷里面有很多美女 公主 不是吧 社会并不多 里面应该是巴格达统治者的预备后宫 什么叫预备后宫 这里的统治者派人到世界各地去搜刮漂亮女孩 冲作后宫 供她们享乐 据说 这个时代的巴格达统治者 她的后宫里有两千位嘉丽呢 两千个美女 幸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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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有点多长 夜里 快起来 格罗派克太太不见了 老婆 你在哪里 老婆 不会被绑架了吧 绑架 你别吓人 她又不是富婆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 她是一个一流的故事家 她的故事非常耐人寻味 苏珊爱上的是她的哥哥 吸血鬼使帝文 不是老人巴顿 讲故事也会被绑架 在这个时代 故事家非常珍贵 他们被看作是艺术家 哈里发的玄美总管昨晚来过 听说这次又抓了多少姑娘 对 那些姑娘漂亮极了 你总管去哪了 玄美总管的职责就是 四处为哈里发搜刮漂亮女孩 像歌女啦 舞女啦什么的 还有故事家呢 他们黎明前就离开了 没时间了 我们快去追吧 别丧气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妈妈的 终于到了 巴格达 伊斯兰帝国的首府 这个时代的伊斯兰 不仅仅是宗教概念 同时还是个强大的帝国 他们的领土从西班牙 延伸到中国边境 拥有不同肤色 不同种族的人民 他们的最高领导人 被称为哈里发 快看他们在那里 我们还是来晚了 他们马上就要被送进宫殿了 老婆 老婆 慢点 让开 慢点 慢点 我来救你了 老婆 小心点 慢点 您的太太已经被带进宫殿了 现在只有玄美总管能救出她 这些混蛋 为什么要抢走我的老婆 就是为了听那个愚蠢的电视剧 你们的国王 难道连电视机都买不起吗 就算是国王 我也不能绑架别人的老婆 我要去告他 我们怎么才能找到 那个玄美总管 去秦真寺的拱廊下 他经常去那儿为哈里发寻找对手 什么对手 象棋对手 这时候哈里发非常喜欢下象棋 你们不可以这样无法无天 这个孩子需要他的妈妈 你们快去叫哈里放人 他没有权利抢别人的老婆 这儿可不是美国 哈里发不仅是一国之军 还是伊斯兰教徒们的领袖 所以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 好吧 那我们去攻打宫殿 就像电影里一样 别冲动格洛派克先生 还是先去找选美主管投诉吧 他拐走了我的老婆 你还让我去找他投诉 朋友 你昨晚在绿洲对吗 是你要一块很特别的毯子吗 跟我来 他去哪里 简直一团糟 回来 祝你偏小 快看 昨晚那个人 泡泡呢 怎么也不见了 这家人要把我们搞疯掉了 这孩子有点意思 是 真是厉害 不好意思 让一让 是泡泡 好奇 格洛派克 等等 你去哪儿 他赢了 厉害了 哈萨 你被打败了 被一个小孩打败了 奇迹啊 祝贺你小朋友 你打败了巴格达城中最好的象棋手 你们快放开他 你们竟敢违抗哈里发的命令 珍珠保佑 难道伟大的珍珠会允许哈里发让他的手下去绑架一个小孩子吗 对啊 对啊 真对 是 这是你家的孩子 答对了 我们是他的叔叔 既然这样 请允许我带他进宫 我相信哈里发会很有兴趣跟他对异一举 要知道这可是莫大的荣耀 我有个主意 我们可以趁机偷偷溜进宫 把他妈妈一起救出来 你愿意吗 最好等颜丽回来 最好等颜丽回来 好